本集由米其林PowerGP一戰主播出 以及傳奇觀眾TPC213戰主播出 大家好我是YES 阿根廷戰是一場所有車手真正考驗的一戰 由老天爺帶來變化多端的天氣之外 車手們也將首次迎接緊湊賽程的一戰 而不管是衝刺賽還是正賽的結果 都令人相當意外 阿根廷戰排位賽 天空捕捉美一場雨臨時灼亂 LSMarkets已經冷得1分43.881 拿下生涯手竿 更是從Q1殺上Q2 讓哥哥祭天不留遺憾 排在第二的是來自VR46的Marco Bazzacchi 建議0.172秒差落敗 而拿下第三的是來自紅軍的場隊車手Francisco Banaya 沒錯本次排位由紅軍包辦 因為只有這三位車手選擇在雨停後 換上光頭胎下場衝單圈 可以說是排位顯中球相當好的判斷 而值得一提的是久違的名字Franco Maldelli 是本次排在第四的車手 更是幫助我大三頁浮上檯面 因為換個角度來看 他是所有使用雨胎的車手中單圈最快 阿根廷戰衝刺賽即陣賽 這是我第一次看車手直接無視排位的結果 從第15位KO前方所有車手 而這麼神奇的表現能做到的也只有神奇的KTM Breadbinder更是在賽後訪問說 他也不知道怎麼第一圈之後我就跑在前面 而知道自己跑在後面的Mako Bazzacchi 經以0.072秒差展現出這場分戰的強大 而緊跟其後的Luca Marini拿下第三 讓VR46迎來創隊以來最佳表現 而值得一提的是 拿下第四的還是我們Franco Maldelli 一度零跑比賽 證明我大三頁的M1還有得看 退賽的部分一共有兩位 Alexis Barger Low賽 賽後訪問說本次的失利是因為還沒適應衝刺賽 而Geremia搞砸FP2第18位起跑第一圈就High賽 頸椎疾如骨創傷導致正賽只能因傷退賽 不過索性兩位車手並無大海 正賽的部分一場大雨賽前來襲 來自VR46車隊的Marco Basaki 第二位起跑 第一個彎就零跑比賽 完全不留懸念載字性的單圈排放所有車手 在他第二個賽季的第二個分戰 拿下了生涯手冠 同時也是VR46車隊首位車手拿下分戰 在賽後訪問說他本來以為他很快 結果沒想到自己這麼快 而遠在家裡觀賽的師傅Rossi 原本也以為Basaki會搞砸這一場比賽 但最終的結果告訴我們 他的速度跟打臉一樣快 拿下第二的是本來以為這天氣 自己也很快的捷運沙克 第六位起跑跑了一半發現自己很慢 但不知道為什麼剩下的那一半 突然變得很省有 沿如從後方追趕 在最後一圈再次上演 02拉2決殺小小馬的戲碼 而小小馬雖然二度被同一位車手連續決殺 但也是自2020年雅拉岡戰後 時隔三年終於再次站上頒獎台 只能說這麼多年本天真的耽誤了這位車手 而這次失地戰意外的是頒獎台的車手 雖然清一色都是杜卡迪的車手 但神奇的是居然沒有一位長隊車手 本來會上台的Francisco Bonalla 不明原因自摔Low賽 賽後反問說在他回看操作的數據時 跟原本前一圈的操作一模一樣 所以真的不知道這次摔是為什麼 但最終他還是一邊打自己的頭一邊撿起來騎完賽 而本來由於就應該有KTM在衝刺賽拿下第一的冰等 但很可惜的一起跑就被Binallis頂到Low賽 但也是撿起來騎墊底完賽 所以這場本該有車手退賽的失地戰 非常不科學的並無車手退賽 背後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是一場場上只有17位車手 摔兩個就有分拿的比賽 而最後是抱怨這次賽會判罰不公的Fabio Quattoraro 指控日本阿貴一起跑就用激進的超車把他頂出賽道外 然而賽會卻沒有對此超車行為有任何作為 我只想說早在去年的加泰龍尼亞戰 阿貴頭錘式退賽都沒有判罰了 這次只是出手還沒有出頭 怎麼會罰呢? 只能說這一場比賽我從頭到尾都看不懂 KTM的Binthe拿下衝刺賽 Bazaki以為自己很快 但沒想到快到能拿分戰 Zako上演不科學的後追 小小馬騎上杜卡迪無痛轉換 賽會依舊對超車的判罰沒有一個明定標準 2023的賽季 除了讓我原地嚇到也真的非常混亂 車手機分的部分 領先車手在這一站又有了轉換 Marco Bazzaki坐上領先寶座 與第二名來到九分之差 我還記得上一站一二名有十二分之差 這也說明接下來輸個幾十分的車手 也都還有轉換的機會 雖然現在前四名都是杜卡迪的車手 但穩定的輸出才是今年的關鍵 更是有別於以往的事 一不小心還會變成別人的來臨片 本來這一站我期望的是能看到一場正常的比賽 但老天的作亂誕生出了我原地下道的結果 今年的賽季已經走向既有爭議又刺激的生存戰 榜上有名的不再是熟面孔 而是一些生面孔 當然到目前為止 雖然對卡迪已展現出強大的競爭力 但本賽季還是有許多狠角色在這兩站 就提前殷商退賽 還記得在直播時有跟大家聊到過 今年所有紅軍衛星車隊車手合約都將在今年到期 這場合約之戰來到季中階段 那將是戰火點燃爆發 唯恐場上天下大亂了 車場積分的部分排在第一的 依舊是優秀的Ducati 目前71分 紅軍這一站已經連續兩場拿下分戰 但卻是兩位不同車手 不然我預期的是 Banaya有很大的機會 在今年載制比賽成為下一位連貫車手 但在還沒成為別人的來令片之前 就不公自滅 這等表現已錯失了許多狠角色 殷商退賽拿分的機會 並且經過這兩場比賽 紅軍也曝露了最大的弱點 那就是太多周瑜跟諸葛亮出現 並且今年還攸關這些人合約的到期問題 那勢必會力求表現 在賽會不敢硬起來鳴定超車標準之前 紅軍大戰勢必在季中前上演 而VR46學院的車手將會是本賽季的焦點 因為紅軍旗下就有三位 這原本的師兄弟情誼會不會在本賽季身邊 雖然師父都是同一個 但也別忘了 冠軍也只有一個 要知道人不畏己 天誅地滅 還在第二的是KTM 目前38分 冰德跟MIRROR一人一戰上演這台RC16衝刺賽的威力 不科學到我已經無法用言語形容這樣的表現 但這一場排位賽也曝露了RC16的最大弱點 那就是羽戰沒有辦法做出有競爭力的追溯單圈 因為今天這一戰如果秉除退賽的Jermia 那旗下上場的車手就是排在倒數三位 不過我也不確定KTM到底需不需要排位 因為冰德已經用衝刺賽拿下一場比賽 MIRROR在正賽第16位起跑第6名完賽 到目前為止 我只能說今年我確實低估了KTM 因為假如在羽戰中的排位改善 今年確實有潛力與紅軍一搏的機會 當然也希望這兩場比賽 不是這家車廠的彈花一現 他在第三的是APRELLIA 目前32分 ALICIOUS FARGO第9位起跑第15名完賽 ALICIOUS FARGO第5位起跑第12名完賽 兩位車手都在失地中喪失了該有的競爭力 在大一的訪問中提到 RSGP在加速的過程中後輪不斷空轉 導致他被迫要提前升檔 這就有別於KTM在失地的表現 一個是有排位 一個是有震賽的表現 這兩家車廠都面臨著不同的車輛改善問題 以APRELLIA的情況更偏重於電控方面 但目前得知的是 APRELLIA大概屬於會怕水的行列 而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解 那是因為雨中好手OLIVIA 這場殷商退賽 不然也能像上一場的KTM 透過數據分析 帶著APRELLIA走向蛙人的行列 而且這兩家車廠 巧得是正宗都各折水一位大將 只剩場隊在撐場面 拍攝第4的是我大三夜 目前27分 今天這一戰靠著MOBILE DAILY 照亮我大三夜上升一位 真的是睽違了兩年多 大師兄不管是排位 衝刺賽還是正賽 終於全方面碾壓KATARARO 本場攪出第4位起跑兩場比賽 也都是第4名完賽的成績單 反觀Fabio KATARARO遇到的困境 可以說是一家車廠兩個世界 不過這等表現 也讓今年合約 圍在淡系的大師兄 奪回了三夜合約考慮的餘地 當然一戰的表現還不能鞏固場隊的席位 但我相信今年的M1 大師兄已經摸索到了什麼 而Fabio KATARARO在這一戰之後 不再能有任何藉口 特別是M1直線慢的藉口 因為Marini在賽後透露 在直道上吸著尾流跟著大師兄 都拿不太到什麼甜頭 而KATARARO這一戰 第10位起跑衝刺賽第9 正賽參考大師兄車輛設定後 獲得改善第7名完賽 可以慶幸的是我大三夜 不再是藝人車隊 再來就是M1在師弟中 相較去年已經有更好的表現 因為正賽KATARARO 被日本阿貴頂出去後 是從最後一位開始後追 也就是說上升了10位 我想也就是我們開賽季前所說的 今年的M1還需要點時間改善 下半賽季絕對還有得看 最後本田又回到了熟悉的店底行列 因為這一次的阿根廷戰正賽 直勝LCR車隊 場隊的兩位主力車手兼殷商退賽 這種情況也算相當罕見 而在開賽季前 本田就一直尋求巨大的改變 除了委託KATAROX製造搖臂之外 還附加了車架 據傳因為火星人殷商退賽 本田把這個新車架拿給RINS去用 導致當家頭號車手不滿 未來想轉到KATM 我只想說一句BOLSHIT 再以我MOTOGP DART的權威說一句 不可能 而大家最關心的火星人 究竟何時會回來拯救本田 外媒預測將在美國站回歸 我再說一句 Over my day body 雖然本田車隊在最近上述成功 上一場被判罰的兩次long lap 不會延續到美國站 但斷根骨頭少說要休息一個月 特別是斷在右手掌這種相當關鍵的位置 除非真的是除非他又在演 那我只能說我甘願被打臉 一截我對他的思念 因為再不回來 只剩下被媒體亂作文章的功能 世人都快忘記這位八屆最佳男演員 當年的氣焰了 下一站 美國站 從2013年開始 Mark S只要玩賽 在這裡就不知道什麼叫輸的感覺 但2022年卻被杜卡迪終結 而那位拿下分戰的車手 就是現在也不確定能不能康復上場的小野獸 雖然最長直到來到1200公尺 雖然大家腦中已經浮現出紅軍的局面 但在2023的賽季 重車廠們都接連補強與紅軍急速的差距 究竟紅軍還能不能殘連貴為馬力狗之美名 目前的五位商兵會不會在本站回歸 2023的賽季會不會是一場鬧劇 究竟我們接下來看的MOTO GP 是一場秀還是一場比賽 和CS 在CS看GP 大家 掰掰 首先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經過上一集的Yes看GP 尊貴的小菜機有了顯著的成長 為表誠意 這次美國站衝刺賽會員直播 我也一樣給他開下去 也順道提醒各位 這次的美國衝刺賽為禮拜日的早上四點 而正賽的部分為禮拜一的早上三點 直播一路往常的會在比賽的一個小時前開啟 歡迎大家加入線上討論的行列 我們線上見 Bye